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,月月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逛街,街上人来人往,店铺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。 月月的眼睛四处张望,好奇心驱使她想要探索每一个角落。 当他们经过一家玩具店时,月月的目光被一只放在橱窗里的漂亮芭比娃娃吸引。 那娃娃穿着精美的衣服,长发披肩,笑容甜美。 月月立刻被她吸引,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进了玩具店。 月月指着那只芭比娃娃对爸爸妈妈说,我想要那个娃娃。 但是爸爸妈妈看了看娃娃的价格,觉得太贵,便拒绝了月月的请求。 月月感到非常失望,开始哭闹起来,希望通过哭闹让爸爸妈妈改变主意。 但爸爸坚持说,哭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。 回到家后,妈妈轻轻地问月月为什么那么想要那个娃娃。 经过一番交谈,月月终于说出了真相,她想要买那个娃娃送给她的好朋友作为生日礼物。 听了月月的解释,爸爸意识到月月的需求是出于一片好心, 他解释说,如果你有合理的需求,我们是愿意支持的。 月月意识到,哭闹并不能解决问题,而是应该理性地表达自己的需求。 他提出,是否可以回到那家玩具店买那个娃娃作为礼物。 爸爸看到月月已经有所成长,欣然同意了她的请求。 最后,月月买到了那个漂亮的芭比娃娃,并将它送给了她的好朋友。 好朋友收到礼物非常高兴,月月也感到非常满足。 通过这次经历,月月学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, 哭闹是不能解决问题的,理性地表达需求才是正确的方式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面对问题和挑战时,哭闹不仅不能解决问题, 反而会让情况变得更糟。 只有通过沟通和理性表达,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。 月月的成长,不仅是对她个人的一次教育, 也是给所有小朋友的一个启示,学会理性表达,勇于沟通, 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方法。